而面对了207年从川普行政命令到加州新法都有新的规定出炉 华人雇主要如何因应呢 一家南加州知名的保险经济公司特别举办了第一场的企业雇主研讨会 邀请多位的政府官员说明注意事项 在华先保险总裁张国新的亲自带领下 移民局官员劳工局代表以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 全部集体亮相第一场企业雇主研讨会 将要带来川普新政下企业息息相关的第一手信息 今天我们办这样子的活动很高兴的联邦州各个单位 都很重视华人雇主的权益 所以他们今天从劳工部 加州劳工局联邦的移民局的这个国税局 还有这个就业发展局 所有的单位都派了专人到这边来给我们华人朋友做讲解 不仅台上重量级嘉宾云集台下也是坐无虚席 超过350位南加州各地雇主们都特别抽空前来学习 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应该是我第三次来参加 那尤其我觉得今年的不一样是 他非常吸引我们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新的路 那个加州出来以后呢 我们很多老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 所以呢他今天又请了这么多的这个 非常有这个powerful的人来讲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信的 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华兴保险 错过第一场活动的观众也不必慌 还有三场企业雇主研讨会要陆续推出 分别是2月23日周四在Altaria Airport Hotel 3月2日R1 Chinese School 以及3月9日在华兴保险哈岗分行举行 更多详细请上华兴保险官网 东西新闻彭迪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